Kerry是否已經準備買新衣服 其實剛才跟老闆說可不可以借衣服給我 因為我接下來12月有個美加的演唱會 我覺得今天穿這套衣服其實挺沒台感 我問他可不可以借衣服去穿 老闆說好 你自己選吧 我便在這裡選衣服 裏面的衣服不完全適合你的喜好 我都喜歡的 不過最重要是有時適合舞台感的衣服 你現在出來多了 會不會自己的衣櫃開始打爆 我的衣櫃其實真的沒位了 那些衣服被迫爆了 但也沒辦法 因為很慘 穿一次的衣服就沒得再穿 會不會一邊選衣服一邊亂想自己 以後那些二手衣服買的那些團捨來呢 怎麼搞的 其實呢 我已經是有一個袋子 家裏是有一個袋子 每一次穿完那些衣服知道不可以再穿 就要立即放進袋子裡 就拿回公司收納袋 因為真的沒有位了 因為太迫 選不到衣服 那你老公買的位置 或者兒子的衣服都不穿著衣服 我老公很會做的 他把衣櫃的位置 是全被我擺放的 他不敢擺一件衣服在那裏 他說你遲早在這裡霸完霸那裏 我不擺那件衣服在那裏 你自己慢慢霸了他 那兒子兩個都大了 你自己穿衣服 你怎麼穿呢 你不需要一點的 暫時都對時尚沒興趣 不懂 也都 就算那些衣服很緊 或者很短 他們都不知道 他們照著著 你緊到緊 鞋頂子頂到緊 你都不跟我說要買 那些褲子破了 那些褲子穿了 那些他們都不知道有問題 那些男生很傻 那些男生 他又高得快 他又高得快 不會啊 因為我不是很搞他們那些衣服 就是適合穿就可以了 因為他們都不知道什麼是fashion 又不懂得有style 所以適合舒適就可以了 因為如果真的要搞style 是真的要不斷試 不斷拼去搞一個outfit出來 那他們是完全不想 我叫他幫我試兩條褲子 他都說 可以了嗎 可以了嗎 一試了一條褲子 看長還是短他又坐下 那些完全對fashion 沒有興趣 我看過媽媽的髮臉 你會比較深一點 給他一些skills 什麼 skills 你見到你的髮臉 你會不會給他一些advice 配襯衣服 要試什麼 有 那些兒子都知道 關於fashion的事情是問我的 譬如說 那些女生會喜歡什麼衣服 今天我女同學稱讚我的書包 那我看媽媽多厲害 我也知道女生會喜歡這些 就是這樣 最近打風會不會怕 剛才學院進度 因為經常聽過 他們很開心 不用上學 他們經常都希望打風 天天都希望黑語打風 不要這樣 很恐怖 天天都是這樣 會不會讀明校覺得很大壓力 你讀書 沒有啊 我的國際學校 所以簡單一點 沒什麼壓力